你去干什么呀 他约你了吗 他有说要你陪他去看党吗 小姐 你可算是醒了 现在什么时辰了 看这日头 应该已经生死了 怎么了 小姐 生死 我去比试的时候就已经是生死了 怎么睡个觉 反而回去了 你想什么呢 这里考试已经过去三天了 什么 前天圣子殿下送你回来的时候 我们都担心坏了 还好 他又是给你输送伶俐 又是 小姐 你干嘛呢 今天是放榜的日子 小姐 你好歹穿上衣服呀 哎 这家伙怎么来了 这里是凤宅 我来见朋友 难道还要知会你不成 既然没事 为什么不早点叫醒我 我问人不认 说是让你好好休息 前阵子里温叔太辛苦 但是我看着都心疼 你去干什么呀 他约你了吗 他有说要你陪他去看榜吗 哎 听说了吗 什么名字 除了以达林尊阶位的三人外 今年只招五十命弟子 我看见你什么 我看见你什么 那我可没人没戏啊 那我可没人帮你啊 今年那么多高手餐室 怎么又聋不到我 看着我 哎 完了 我中了 没我的名字 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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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下 大魔头来了 小姐 怎么这些人 感觉都很怕你啊 可能 我差点把梦瑶给杀了吧 什么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眼一黑就昏过去了 他们不会因为这个 把我给除名了吧 秋灵 快帮我找找 小姐 你看 赵哥小姐 他也上榜了 赵哥 不对啊 赵哥上榜了 不会没有我吧 小姐 你在这儿 我考上了 我考上了 秋灵 我考上了 我终于考上竞武学院了 太好了